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这半个月 医疗圈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场DRG Deep改革的大讨论 在这场大讨论前 业界对DRG Deep的发声波来自医院 医保部门只做事不发声 但半月前 国家医保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 国家医保部门从未出台过单资住院不超过15天 到达一定标准必须要转院等限制性规定 与此同时 接连数日在官方公众号上刊发文章 核心直指DRG导致医院亏损的锅 我们不背 住院15天被医生要求出院这一具体细节 被患者们提出 被医保部门放大 成为这场辩论的焦点 医保局庙堂之上 从顶层设计指出 DRG Deep改革不是为了让医院亏损 医院处江湖之下 从自身体验中领悟到 你不杀博人 博人却因你而死的悲凉 双方各有委屈 医保部门急于向患者强调 医保从未限制患者住院添数 而且在医保资金趋紧的大势下 不改革是万万不能的 医疗机构也陷入不能指摘医保 坏人只能自己来当的牢骚中 上周为广泛听取医疗机构 医护人员对安病组DRG和病种分子 DIP付费改革的意见建议 国家医保局联开五场座谈会 和医院面对面交流 期间 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科出席会议 多位知名院长参与其中 规格颇高 作为补益 见闻咨询采访了多位一线医生 我们想知道 这些最贴近临床的医生 身处政策执行的基层位置 与患者接触的第一线 他们的顾虑担忧和考量是什么 以下是四位医生的字数 把病治好 圆滑应对医保 张成 国内顶尖三家医院的骨科医生 医院在去年实行了DRG改革 从我的角度讲 如果没有DRG改革 我会尽量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 够标准出院了 再让患者出院 但在DRG下 我们虽然不在乎 患者住院有没有超过15天 却会考虑 医保支付标准 能不能覆盖患者住院的所有费用 如果患者住院还没到15天 费用就超支了 我们也可能会让他早点出院 当然 让患者出院的前提是 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只需要康复就好 医生的收入和患者医疗花费 是否超支 是挂钩的 如果患者住院天数长 医疗花费多 难免会超过DRG病组支付标准 超支的部分 要从医生收入中扣除 当然 结余的部分也会有奖励 盈亏可以抵消 每月一节 在临床 我们和患者沟通时 也不能直接把矛盾引到医保上 只能通过一些圆滑的方式 把病治好 同时又把DRG应付过去 如果一个病人在治疗期间突发脑梗 或者在ICU转了一圈又回来 治疗费用势必会超 我们怎么办 只能号召他去二级医院进行康复 有这个过程就可以不走DRG 当然 这么做的前提是 治疗已经结束 患者确实需要康复 因为医保病组费用超支 强行让患者出院 我们基本不会这么做 还有一些患者 病情实在太过严重 根本出不了院 那么住院超过60天 这个患者也就不走DRG 现在我们患者 基本都会在7天内出院 除了医保费用的限制 科室里也有平均住院日的考核 这是医院对床位周转率的追求 这一两年间 全院的平均住院日下降了一两日 但我们仍然达不到医院的要求 我觉得平均住院日不可能一直在减少 这种要求不太健康 人类的新陈代谢水平 决定了养好伤口 就需要一定时间 我们收一些病情较轻的患者 之前可能慢慢治疗 现在两三天就出院 但那种做完手术 需要躺四五天才能起床的病人 还是需要那么久的住院时长 不可能再压缩了 我们医院采取主诊医师负责制 治疗组收治的患者 总是有亏有盈 盈亏可以相互抵消 以自然月为结算 无论盈亏 医院和治疗组会共同分担 但结余时 医院分走得多 亏损时 医院承担得少 这样一来 医生只能压缩治疗时间 控制药号成本 想办法合理地 把患者入组到 DRG费用较多的病组 虽然长久如此 也许会导致 DRG病组的支付标准下调 也就是病组变得更便宜 未来医生的DRG 介于奖金缩水 但医生通常管不了那么多 大家都正现在的介于奖金 不管以后还有没有 不过说实话 DRG对外科还相对友好一些 一旦动手术 DRG给的额度很高 我们能做的手术 DRG病组支付标准分三档 五万 十一万 十四万 基本上只要不出现大的并发症 我们很少会超之 阅读结算时 也少有亏损 需要医生来承担 但我听说一些内科或ICU亏损严重 病组标准低 住院时间长 他们的矛盾可能更尖锐 平均住院日 不努力降不下去 李明 某三甲医院普外科医生 其所在医院 尚未严格落实 DRG改革 在我们医院 DRG还没完全落实 目前给患者看病 暂时还不用考虑 医保限额的问题 所以 我们也暂时不会因为医保超之 赶患者出院 但是 对于一些住院时间超长的患者 比如 住院超过30天的 我们一般会请患者先出院 再入院 因为住这么长时间 实在是太影响科室的平均住院日了 大部分患者也会配合 这种操作对患者基本没什么影响 对于平均住院日这个指标 医院对我们科室的要求是9天左右 这一数字下降的非常快 去年的要求还是10天 当时想完成都非常困难 现在我们科室应该达不到9天 我们的患者大部分都需要一周多才能出院 为了拉低平均住院日 我们经常需要多收一些能快速出院的小手术的患者 但要知道缩短患者住院时长并不是我们一个科室能决定的 患者住院后需要检查之后才能进行手术 医院辅助科室效率很低 数前检查经常要等三四天 等做上手术已经是第四天第五天 这还不涉及复杂的检查 如果做增强CT或者心脏造影 数前准备都要接近一周时间 有一次我周六收治了一名患者 当天没办法做检查 CT和彩钞排到第二天和第三天 时间一下子就耽误了 甚至有的患者已经出院三四天 影像报告才出来 为了不耽误进度 我们医生只能自己看片子 自己下判断 如果辅助科室效率提高 平均住院日肯定会有所减少 虽然还没正式执行DRG 但现在医院每个月会按照DRG的方式 把科室的盈亏情况计算出来 发给科室 目前我们科室每个月的账面亏损在十万元左右 相比之下 科室每个月的全部流水 包括门诊 外地自费患者等 平均不到二百万元 科室主任每个月也会在科室例会中强调空费 甚至会说一些重话 但是盈亏情况没有和个人绩效挂钩 所以这种强调效果不好 大家还是各按各的节奏看病 医保局应该也没有完全按照DRG的方式和医院结算 否则医院肯定也会将盈亏和我们的收入挂钩 至于未来完全落实DRG后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 ICU 有时病人转不出去 王威 某二甲医院ICU科室主任 其所在的医院在去年实行了Deep改革 我们遇到过只能住院15天的情况 但我个人感觉没有哪个科室愿意接收ICU转出去的病人 本质上这两件事是一个逻辑 按照规定从哪个科室转入ICU的病人好转后仍要转回哪个科室 但如果哪个科室接收了从ICU转出的病人就要负担该病例的亏损ICU的大包袱就转给他了 一些病人转不出去我们也没法应转 由在ICU里治好出院 我个人感觉在DRG Deep下ICU的亏损在全国是普遍的 ICU的病人很多花费都会超过病组支付标准 比如一个多脏器功能衰竭 病组支付标准为6万多元 但这些钱治疗是肯定不够的 这就导致我们医院把ICU当成政策性亏损科室 危重容易超支的病人都被送到ICU 今年我们亏了30多万元 医院还在咬牙承担 ICU代表着一家医院的救治能力水平 如果取消ICU很多重症病人 医院就不敢收治了 有一些检查也只有ICU会用到 我们也在养活着辅助科室 我们院长讲 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ICU的亏损就不一定是亏损 从科室的角度来讲 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 以救治生命为前提 不会因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而推诿病人或强迫病人出院 但我听说有的医院相互转住院患者 情况一般是这样 病人病情严重出不了院 又不能让他回家 强行让患者出院 不人道 容易出医疗风险 也很容易招致投诉 熟悉的医院就互相转 你收我的 我收你的 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医保确实需要控费 但不能完全按照这种支付方式改革 针对特殊病例 需要政策支持 问题是 现在往往一刀切 而且 医保确实没有公开说要控制费用 但很多内控要求 传递到医生身上 就是要这么执行 坏人都是由医疗机构来担 之前 卫健委会考察医院的平均住院日 但现在这种考察已经没有了意义 现在 卫健委强调的是 加强为手术期的评估 要注意医疗安全 不能为了省钱导致医疗纠 提效才有省钱的可能 赵磊 某三级医院肾内科医生 其所在的医院在去年实行了DRG改革 DRG改变了医生的行为方式 让我们不得不加快床位的周转速度 大检查的情况肯定是再也没有了 现在只做必要的检查 符合手术指征 就赶紧做手术 比如之前 我们对需要透析的患者 经常先行颈内静脉临时质管 进行几次透析患者情况良好后 我们再进行动静脉灶漏术 供患者长期透析 大部分身病患者身体各方面都有一些问题 这么操作比较安全 但现在我们就不能这么做了 临时质管我们已经不做了 我们科室比较成熟 只要患者不到完全心衰的程度 不到要一直坐着躺不下去的情况 我们就会到通路室 对患者行长期质管 然后给患者透析 之前为了防止出血等情况 我们一般会等到第二天 再给患者透析 现在我们要当天就给患者透析 透析一两次之后 患者症状改善 就让患者赶紧出院 这样下来 我们科室的平均住院日 从11天多 缩短到了7天多 我们不得不这样提高效率 加快周转 否则就亏损了 当然 也不能太快 否则变成低倍率病例 也会亏损 这样操作一年多下来 我们科室月有盈余 大约有5%的盈余 此外 我们还有许多措施 都是为了在DRG病组里省钱 比如 补助用药一律停掉 耗材也要注意节省 糖尿病组患者常用的液体辅料 也全部砍掉 用回原始的纱布 这样下来 大约五六成病例可以盈利 但每个月总会有几个病人亏损 不可能全部盈利 DRG下 患者住院也要更麻烦一些 如果在住院时发现了另一种疾病 只能出院再入院 体验感一定不好 之前 可以直接转科过去 按项目付费 但现在一次住院治疗两种病 却只能入一个病组 肯定要超之 接受的科室 要承担治疗两种病导致的亏损 不会有科室愿意接收住一次院 治两种病的患者 应受访者要求 四位医生均为化名 优优独播剧场下去 由于10%